近日香港媒体传出 相恋了七年的郭晶晶和霍启刚 可能会近日完婚 而面对媒体的提问 郭晶晶也是笑而不打 这样的一个喜讯 让郭晶晶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但是我相信 更多的人并没有忘记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郭晶晶带着奥运的金牌 微笑的那一瞬间 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八分 就可以获得 只是一脸的平静 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是第一名了 因为在你自己跳下去那一刻 你就知道自己跳得怎么样 所以当时觉得 反正觉得就是 自己就是终于把整场比赛比下来那种感觉 很多人都跟我说 都会问 是不是觉得在北京拿到的冠军 更不一样 但是我的感觉是 在雅典拿那个冠军的时候 因为是第一次拿 特别激动 就是觉得 这么多年很坎坷 然后终于就是拿到一个冠军 那种感觉就是 我终于没有白付出 这又过了四年 再坚持下来 其实在这个当中很多东西 就是 其实看清了很多 也想通了很多东西 不要去太在乎 最后的输赢是怎样 要去把自己整个过程做好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有关于27岁的郭晶晶 将在奥运会后 嫁给相恋四年的香港富商 郭振廷之子郭启刚 做百亿新娘的消息 时有传出 对于这样的传闻 当时人并不在意 在郭晶晶女子三里跳板 女赛当天 郭启刚毫不避讳的现身赛场 为与有加油打气 其实我知道她会去 因为我也希望她会去看我那种 反正让我 就是可以更好地去表现 反正就是一种鼓励吧 我觉得一种动力 令郭晶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颁奖仪式上 准公公获 北京奥运会是郭晶晶的巅峰之战 也是她第四次征战奥运会 在这四届奥运会背后 郭晶晶究竟是如何从一名 切生生的小女孩 蜕变成跳水历史上 最杰出的运动员之一的呢 1981年郭晶晶出生在 河北宝定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 据她的父母讲呢 她在十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满地跑了 也正是因为她这种好动的性格 让她于跳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郭晶晶在2008年的时候 27岁参加了四届的奥运会 有20年的运动员的生涯 夺得了31个世界冠军 然而她这一路走来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中国跳水这个梦之队中 有过太多初出茅庐 便一鸣惊人的例子 但是郭晶晶绝对不是其中之一 郭晶晶从7岁开始学习跳水 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年仅15岁的她稚气未脱 便登上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舞台 因为太年轻 因为太新鲜 具备夺金实力的她 却糊里糊涂地跳了个第五名 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 很小吧 那以后没有参加过大赛 其实应该说水平很高 但是比赛的时候跳得一塌糊涂 自己跳完了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想哎呀妈呀 如果让我再重新跳一遍 我可能不应该会跳成这样子 那种感觉 这也是郭晶晶在奥运征战历史上 唯一一次与奖牌无援 那一年包揽女子跳台 跳板两项金牌的 是她的师姐福明侠 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 福明侠宣布退役 而郭晶晶也因为脚伤 放弃了十米跳台 开始主攻三米跳板 但是在练了两年后 世界跳坛更改了 三米板的走板规则 这给郭晶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98年开始她跳去改规则 以前她就是上我现在 走板那会儿改了 不让这样子走 那她就对我影响挺大的 因为很多年习惯了 要忽然改变一种姿势来走 当时就不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子 因为现在有一点颤步 那当时必须是这样走过去 所以就是技术上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我就一年其实都是在一直在适应适应 所以那一年就是整个是 也是等于是刚刚从跳台下来跳板 不是在加上又有这些规则的变动 所以其实一年都不是很顺 才刚刚适应新规则的郭晶晶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遭遇到了更大的挫折 哎呀中国选手郭晶晶非常遗憾 直接掉入水中 那么这样按规则规定的话 那么她这一跳等于是零分 由于赛前的意外崴脚 致使郭晶晶动作变形 失去重心 直接掉入了水中 其实我在比赛中各种状况都碰到过 什么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双方面的 有不好就有好有好 不是说你做得很好就没有不好 都是这样子 你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其实我觉得没有每一场都是比赛 都是很好的 肯定都会有一些挫折 那有一些挫折才会使人进步 1998年 在郭晶晶的跳水生涯中 是极为不顺的一年 纽约友好运动会上的失利和身上的脚伤 让她的状态跌到了谷底 但这一年对于郭晶晶来说 又是特殊的一年 她遇到了后来的恩师钟绍珍 这位在国家队任职的教练 在郭晶晶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接手了她 在钟教练的培养下 郭晶晶开始走出谷底 此后她把上下反弹的跳板彻底征服 走板 踏跳 翻腾 转身 打开 入水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郭晶晶在枯燥而艰朴的训练中 一点点地提高自己 也不断地接近着自己追寻的梦想 可以说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 郭晶晶的三米跳板已经是无人能比了 她很希望在这届奥运会上 能够完成自己的金牌梦想 即便在这个时候 她知道她的师姐福明侠 已经在98年复出 但是郭晶晶依然带着理想前往 三趟两周半加转体半周 难度系数3.1 好的 2000年 愁愁满志的郭晶晶 与师姐福明侠一起 登干悉尼奥运会 郭晶晶希望在这次奥运会上 击败师姐福明侠 将自己的名字写在奥运冠军的名册上 但在单人决赛之前 郭晶晶和福明侠先要一同携手 进行双人跳举的比赛 对于起天前还是合作伙伴 七天后又成为竞争对手的事情 郭晶晶是如何看待的呢 郭晶晶在一个队里 竞争肯定是有的 当时的双人比赛在前面 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先去 先一起去争取好成绩吧 中国选手福明侠郭晶晶321.60分 获得了银牌 俄罗斯选手伊琳娜和帕卡琳娜 获得了女子三米板双人跳举比赛的冠军 输了后面还有比赛啊 又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比 其实心里有很盼望又很着急 那就是那种又害怕又想拿 就那种感觉 那也是在就是在准备 觉得很想去拿这块金牌 但是又很怕 其实我觉得是 这当时那种心态是一种 一种很矛盾 郭晶晶已经跳盘了 金牌已经确保 应该是到手了 我们中国队队了 确保成为中国队队了 实际说是属于郭晶晶 还是福明侠呢 现在决定权在福明侠手上 就是觉得有实力 但是没有拿到 就是肯定会觉得很伤心嘛 当时是想不通 觉得就是付出很多 很努力 为什么最后没有达到 那最后就是 但是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 没有人知道 当时只有19岁的郭晶晶 心中到底是何种滋味 只是从她的眼神中 我们感觉到了一丝 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坚定 第二次参加奥运会 郭晶晶依旧爆汗而归 尽管19岁的面容还显得青涩 但是在经历了 两届奥运会的洗礼之后 执着的郭晶晶 选择了不做到最好与不放弃 于是 中国跳水界又一个传奇 由此真正开始 2001年福岡市锦赛 郭晶晶一人独得 女子三米版的单双人两项冠军 赶在领奖台上的郭晶晶 微笑地哭了 她以喜悦的眼泪 宣告了郭晶晶时代的到来 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郭晶晶独霸女子三米跳板 在国内外赛场上所向披靡 不到四年时间就夺得了四个全国冠军 两个亚洲冠军和十一个世界冠军 只是在这无数枚的金牌之中 独刹一块奥运会金牌 来完成她的大满贯战绩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第三次出征奥运会的郭晶晶 终于圆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梦 在女子三米版的两个项目中 她轻松赌贯 逐进甘来之后 她终于将自己的名字 留在了奥运冠军榜上 这特别不容易 因为这么多年参加了三角运会 一般人他能有一次机会参加奥运会 都很了不起 很少有特别是跳水的 像女运务员参加三角运会 太少了 所以我觉得我能参加三角运会 才拿到冠军 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其实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当时没哭 所以我觉得 我说为什么要哭呢 其实当时那么开心的一件事 那笑一笑不是比较好吗 像别人都更开心 干嘛要哭 觉得好像觉得你怎么样 其实可以回家自己哭 不用在大家面前哭 十二年的等待 郭晶晶终于圆了她的奥运冠军梦 然而在掌声背后 意想不到的烦恼也接踵而至 我跟她讲 买我的法定去的日子 都变成法令太棒的 连着好久都没有去 一直在忙那种感觉 让你去做一种 别耍猴一样 跳水皇后郭晶晶 往事栏目正在播出 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 经过了12年等待的郭晶晶 终于拿到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的金牌 三米板跳水的单人和双人的金牌 郭晶晶面对着掌声 迎来了她的郭晶晶时代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鲜花和掌声之后 是一些烦恼的接踵而至 在雅典实现梦想之后 郭晶晶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一时间水池中的天后 完全暴露在聚光灯下 社会活动 商业广告 媒体追逐 每一次的出场都那么光鲜夺目 但是这其中的烦恼 只有郭晶晶自己明白 毕竟对于我们来说 你训练才是最重要的 你没有系统的训练 你没有底子 你是不行的 所以偶尔去做这些事情 基本上都是星期天 然后我就在讲 我的法定休息日 都变成法定拍广告日了 连着好久都没有休息 一直在忙那种感觉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 不耽误你训练的情况下 如此受广告商的厚爱 那么跳水皇后是否想过 在淡初跳水池的那一天 也转头演艺事业 继续生活在美光灯下呢 基本上不会吧 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 我觉得特别奇怪 所以有时候去拍广告会有 因为这组有好多人 那种设置各方面的 我围着一堆人 又感觉你自己站在那 让你去做一些动作 觉得跟耍猴一样 那种感觉 所为梦之队的领军人物 郭晶晶在赛场上的完美表现 征服了观众 而赛场外 她的一举一动 也成为娱乐媒体关注的热点 人们喜欢将她与福明霞相比 喜欢将她与田亮牵扯在一起 更喜欢将她与霍家公子的恋情 登上头版头条 对此郭晶晶有些无奈 控制不了别人怎么样去对待你 所以我只能控制 只是自己 所以我要让大家 重新把目标 集中到我在跳 跳板上的表现 所以我 才会就是继续坚持 这样很努力的 在现在这样子 觉得这个地方 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觉得一切都很熟悉 一切都是好像自己 可以去掌握的一些东西 不再是好像 一些自己掌握不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觉得很熟悉 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才 所以我说我现在 就是心态比较好 那觉得每一天都 都很快乐 每一天的训练 都好像是在 在享受这个训练 不再是以前 为了好像为了完成任务 去这样 现在是觉得喜欢 所以才会这样 爱为自己整整 二十年的跳水生涯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回顾自己付出了 全部青春的跳水事业 郭晶晶将这其中的德语诗 看得很开 也很透彻 因为每个人 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 所以你选择了什么 就是什么 所以没有必要去 觉得不满意 因为这是自己选的 没有人去逼你 所以我觉得 很好 因为我得到了很多东西 也是 其他人得不到的一些东西吧 的确 这二十年的艰辛 没有人能够体会 但是这二十年的经历 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实的郭晶晶 她以自己的方式去对待人生 以笑容去面对一切 用艰苦的付出 来赢得应有的回报 用坚定不移的信念 去面对失去 经历了四届奥运会的洗礼 和泳池内外各种风波的历练 如今的郭晶晶 已能从容面对 自己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 郭晶晶的成长 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女孩的羞涩 其中让我们看到 她真实而美丽的女性的一面 郭晶晶即将为人妻 在这其中人们有很多的猜测 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些猜测 郭晶晶依然是一笑了之 我们相信 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 同时我们也相信 在未来的道路上 郭晶晶这位跳水皇后 依然有着她的美意 刘翔出生在上海 一个普通的人的家庭当中 刘翔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他会出现在奥运会的跑道上 引起了全国 甚至世界人民的关注 那么刘翔 他一路走来的这些艰苦跋涉 无论是在小学 还是在新庄的训练基地 都流下了太多的汗水 刘翔想起与体育结缘的往事 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小时候我就比较 顽皮比较好动了 对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什么叫体育运动 就是瞎玩 瞎闹 就感觉 这个好玩的就玩这个 那个好玩就玩那个 对每种新鲜的事 我都特别好奇 在操场上风的流响 引起了体育老师 众所贵的注意 体育的手就这样牵住了 这个七岁的男孩 我说你过来 我说你喜欢不喜欢跑步 他说我喜欢跑步 我说你参加田军队 愿意不愿意 他说我愿意 我说好 你愿意就这样 你现在排在这个大同学后面 跟着他们一起慢跑 他说好可以 1997年 刘翔由于不适应 少体肖的生活 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新庄 没有想到 刘翔走后 还有个人惦记着他 这个人就是上海 田径一队的跨栏教练 孙海平 当时刘翔在二队 孙海平虽然与他不在一个队 但这个伯乐 早就注意到了这批千里马 我观察了以后 认为他的这个节奏感觉比较好 而且胆子也比其他小孩要大 那么其他小孩都跳过去 虽然拦架很低 但是就是没有技术了 就是跳过去 那么刘翔呢 他不管 他还是跨 虽然动作就是很不规范 但是他的这个动作 应该讲要比其他小朋友要好 所以说当时就是决定就是要他 1998年9月 孙海平和刘翔正式结为师徒 此后师徒俩便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坚固训练 我练了两个月吧 后来三月份进队的 就在练三个月 四月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四月十九号就在新庄比的那个全国大大奖赛上 我就跑了14秒19 我第一次比赛 我就拿了一个全国剑将 那个时候是第四名 我感觉 我怎么跑这么快 我感觉就 这个项目好像很适合我 刻苦训练加上科学训练 使刘翔在短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在国际国内赛场上 刘翔接连不断地超越对手 刘翔开始展翅飞翔 2004年8月27日 当地时间21点30分 北京时间8月28日凌晨 刘翔站在了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 110米兰决赛的起跑线上 他的对手们也跃跃欲试 记者问他们 谁想你们谁 想当冠军 你觉得冠军是谁当 咪咪咪咪咪 每个人都是咪 整个准备活动过程 他几乎都没说什么话 实际上就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说 师父你帮我去拿瓶水 那是一句话 那么最后一句话 实际上就在我们两个人 到了简陆室的这个门口 他要进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个握手 这是我们已经成为这种习惯了 他握了握手 又说了一句话 那只是第二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师父请相信我 师父啊 相信我 我就是这样说 对啊 因为说那感觉自己 有这个状态 可以跟他们拼拼 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刘翔在第四道 身边是法国选手杜库雷 不到半年时间 这个选手的成绩提高了半秒钟 对金牌忽视眈眈的 还有美国老将特拉梅尔 未免冠军古巴人加西亚 第一次起跑 有人示意起跑器位置不舒服 枪声再响 美国选手特拉梅尔强跑 场上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 发令枪第三次打响 刘翔旗袍最快 仅用了零 我相信我今天是创造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奇迹 对于我们中国男子 短刮像我们来说 在世界前谈 有着 可以争取到一点的位置 对 可以证明 我们黄转人 不会输给他们黑人 或者欧美选手 对 相信我没错 当时孙子老还在做什么呢 他还在录像 当我第二赛转过头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 其实变成了12秒91 所以我再次抱着孙子老 哎呀我是海军91啊 平时也记录了 此时刘翔一跃跳上了领奖台 这以不同以往的方式 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就感觉挺激动的 那个时候感觉 自己一定要用个 很好的方式去学习一下 这样去表达一下 而且自己想到这个 就直接上去 发自内心的 我也没想太多 直接就越来越跳上去 之后看镜头 哇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这是中国代表团 在本届奥运会上 夺得的第26枚金牌 他不仅改写了奥运会记录 而且打破了欧美选手 在竞赛短距离 直到项目上的长期垄断 翻开了中国和亚洲 田径史上新的一页 当时是一个不免业的 我记得 那个时候我们在做了很多 就是金牌后来挂在头上 和每个人 每个没睡觉的人拍照 就是 后来我也喝了挺多的酒 我平时不太喝酒 后来4点55 睡觉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还是要把金牌 拿出来看一下 拿出来看一下 我就觉得这块是不是真的 醒来之后我就觉得 后来想了一块事 想了一分钟 就默默枕头底下 进来拿出来一看 看了半天 看了一下 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 110米跨栏的这样的一个 好的成绩 让他完成了一个最完美的 这样的一个起立 那就是让大家注目 注目一个新起来的一个冠军 刘翔来到了另外一个起跑线 那就是名人的起跑线 面对接下来的名人生活 刘翔感觉到的是太多的压力 在回国的班机上 刘翔坐上了头等舱 用他的话说 没有过渡到公务舱 一下子就到头等舱 这是他第一次坐头等舱 飞机一落地 变化就不期而至 我记得是袁伟明第一个出去 后来叫我跟在他后面 我说我那也后面 不太合适吧 来来来来 我觉得我后面是郭晶晶 他们还来排位的 哎呀 我这事我一下子 我就觉得怎么 闪光灯都在往我这一闪 我还在看后面 后面谁呀 我后来才确定 他们是在闪我 领导让我坐在头等舱 我旁边是姚明 我们俩就说了 说这次奥运会的经历 他因为中国男人 拿了第八名嘛 他觉得也挺不错的 他就和我聊聊 刘晶晶 能不能回去啊 哎呦不得了了 空啊 我说我会吧 应该我会 应该说我还没有这个概念 知道吗 我觉得我奥运会冠军 也没什么 但是一下飞机的 我就感觉不对了 这个所有的闪光 所有的聚焦 都对着我 这个姚明就拍拍我见过 能不能有得好 辛苦辛苦了 欧西宝了 当时我爸妈到机场来接我 还跟我说 哎 蒋家啊 灯了不经理的东西 喝着理的东西 要来味道 还 哑到 晚上到爷爷奶奶那里吃饭 他这样想 根本就没有你吃饭的余地 所有的活动 帮你安排嘛 那个时候感觉 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 闪光灯 鲜花 掌声 荣誉 不像凯旋的英雄 刘翔踏上回家的那条熟悉的大路河路 出来时还无人知晓 今天雨中的大王两旁有一万多人 从下午两点便开始等待 一个多小时过去 他们才在车窗中看见那个林家的明星男孩 刘翔的热浪从上海迅速席卷全国 粉丝的狂热追捧 加上荣誉的激动而至 这一切都让刘翔始料不及 除了业内的最高褒奖 还有来自民间的赞扬 就连已制作世界名人蜡像文明的 杜沙坡人蜡像馆 也要为刘翔所向 刘翔还作为亚洲唯一的代表 在国际田连2006年官方年历的亮相 这算台话一件 我也很满足 对啊 因为我没想过要拿着这样的什么名次 对啊 就算那个时候 或者说之后练不好 我也不会感觉什么 毕竟我拿到奥运会冠军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这个四年是刘翔运动生涯中最跌宕期 这个四年 直到踏上2012年8月7日 伦敦奥运会的赛道 刘翔的出场每一次都获得举博的关注 非人刘翔 往事栏目正在播出 雅典奥运让刘翔一跑成名 接下来人们对刘翔的关注更加多了起来 刘翔只能跑不能停 刘翔只能赢不能够输 然而也就是在一年之后 2005年在国内的一场比赛当中 刘翔甚至因为起跑强跑犯规而被取消资格 接下来面对刘翔的问题 不是跑得快不快的问题 而是他的运动生涯该如何走好 观众朋友们 我现在是在瑞士洛桑的奥林品克体育场 赛过不久呢 这个男子110米蓝决赛 马上就将打响 刘翔呢 现在已经在我身后不远的起点处 做着比赛的最后的热身准备 今天刘翔可以说又遭遇到了三位主要的竞争对手 你看他右侧开始 然后有杜树雷 有阿诺德 有特拉梅尔 你看起跑方面 特拉梅尔占据了优势 刘翔过第三个篮 冲到了前面 好的刘翔 新的世界地录 刘翔 作为中国人你太棒了 太爽了 太集中了 太棒了太棒了 没话说了 今天一切的一切 起跑其实我想顺利 第一个人过了不想顺利 但是我觉得我后面越跑越跑越快 真的太棒太棒了 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 有可能就是洛杉磯我的福利吧 因为四年之前我在这里获了13秒23的幸运之地 获得了3秒12 这一次把13秒91提高到12秒88 电子计分牌最初显示的成绩是12秒90 这个成绩已经打破了 这个成绩已经打破了刘翔和柯林杰克逊共同保持的12秒91的圆110米兰世界纪录 不一会儿经国际田联现场确认 刘翔夺冠的确切成绩是12秒88 这样刘翔以0.03秒的优势刷新了成绩13年的男子110米兰世界纪录 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就此诞生 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纪录 这是中国田径创造的奇迹 现场一片沸腾 这边洛杉磯的气候条件不错 场地条件不错 吃得不错 住得不错 今天美国的阿诺德也破了这个世界纪录 它是12秒90 那么由于阿诺德紧盯着刘翔 所以说刘翔才会有这么一个不断 加速不断 就是往前的这么一个动力 刘翔创下世界纪录的那一刻 正是他23岁生日的前夕 在上海 刘翔的家人也沉浸在不比的喜悦当中 告诉我 妈妈怎么样啊 好厉害吧 她自己也很兴奋 也很开心 我听了就更加的开心 怎么说呢 儿子的成绩对于我来说 我是很开心的 但是从心底来说 我也挺舍不得她的 她 儿子 她太辛苦了 在外面 此时的洛桑已近午夜 刘翔出席了独委会的庆祝晚宴 趁着记者提问的间隙 他仔细地收起了那面 见证了历史和光荣的五星园期 沉寂后的爆发是惊人的 刘翔在洛桑打破了110米篮世界纪录之后 又在德国福加克国际田园年度赌赛上 跑出了12秒93 不到两个月 坚后两次跑进了13秒 最后 在雅典世界杯上海黄金大奖赛的成绩 都是13秒的一起 在波哈亚运会 以13秒15成功未免 并打破自己保持的亚运纪录 如此高强度的比赛 却能创造如此出色的场景 她在向世人宣告 刘翔已经进入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 在向新目标的前进 刘翔成功地实现了超越 支撑她的是科学系统的军念 是游离的极致保证 脚步不停 跨越不停 她的超越早已跃出了田径场 那110米的跑道 成为中国田径的一大跨越 2007年8月 刘翔将要面对职业生涯 9年来的第4场市场赛赛 如果能够夺得金牌 便是实现了奥运会 世界田径锦标赛 和世界纪录的大满贯 为了让刘翔更好的备战 国家体育总局 特地对训练局田径场地塑胶跑道进行翻修 铺上了与大阪市井赛主赛场相同的跑道 在市井赛我们这个压力确实非常大 因为大家都认同了刘翔具备这个势力 而你当你一旦没拿到的时候 可能各种说法都会有 虽然有压力 但追风的脚步并没有放慢 2007年8月29日 刘翔卖出了夺取大满贯的第一步 以13秒36晋级复赛 30号的半决赛 刘翔以13秒25和史东鹏 双双晋级决赛 打满贯就在眼前 但刘翔决赛的道次 竟是从未遇到获得第九道 有人把第九道称为魔鬼赛道 他毗邻看台 比赛中受观众干扰较大 会影响选手起跑听枪 和掌握篮间节奏 其次是与米尖跑道相比 最边跑道封阻相对较大 三世比赛中 右边将失去参照选手 不利于控制节奏 在整个决赛的准备活动过程中 我也感到了他的这种压力 因为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他这次抱着必胜的心情去 在这种不利条件下 又要想办法把它拿下来 加上对手也非常强大 因为就在这种不利条件下 你还要去拼冠军 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8月31日决赛来临 进检路口时 刘翔突然紧紧地抓住了孙海平的手 他又死就握着我的手 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 以前没有过的 他的握手的这个 以前我是用力握他的手 那么那一次呢 他是用力握我的手 起跑还不错 看过篮的节奏 看看他跟罗伯斯的节奏 两个人差不多 看一看过最后一篮 刘翔在前面 刘翔在前面 第九道刘翔赢了 这是他第四次参加市井赛 他终于夺冠了 太棒了 我反正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因为分担在九道 我感觉 自己和自己跑 我对手就给我自己 对 我从来没想过别的 而且一切一切都是非常好 虽然而言之说 跑得比较紧张 最后 从起跑到最后 都没有一个环节 是自己非常满意的 对 但是三秒九五 这成绩对我来说 也比较好 今天还是 因为是大赛嘛 你不可能发挥得特别好 但是对于结果来说 真的非常棒 非常棒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这个四年 是刘翔运动生涯中 最跌宕起伏的四年 退赛跟伤病作战完美复出 重新获得12秒97 12秒87的惊人成绩 直到踏上2012年8月7日 伦敦奥运会的赛道 刘翔的出场 每一次都获得举国的关注 然而不同的是 就像照片上记录的这个瞬间 邓亚平在赛场上 总是这样气势汹汹的样子 他不仅是在用他的球拍 征服对手 还用他的眼神 还有气势 邓亚平几乎拿了乒乓球赛 所有的冠军 更值得让大家关注的是 他还拿到了92年96年 两届奥运会的女单和女双的冠军 公球 再靠 结果23比21 邓亚平上了第四局 这个球是在非常被控的情况下 他转手围攻 上牌以后 正手猛攻得分 这样邓亚平经过四局苦战以后 以三比一战上了队友调红 获得了第25届奥林体克运动会 以此轻胖球单打的金牌 可以说我的对手不敢给我对视 那么不敢对我对视的另外一种感觉 他是在回避 那时候眼光是非常狠的 就是说 我就看着你 我看你在想什么 我看你在动什么心念 因为眼神可以传达很多的东西 而且场上的敏感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在我们较量的时候 打到关键球的时候 一个眼神的传递 或者一闪的一个眼神传达 是你心里在想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盯住你的眼神 一个是对你一种威胁 一种事的一种较量 对你的一种压制 再一个就是 另外一种异层 异层意思就是 我要从你的眼神里头看出 你还能顶不顶得住了 满脸通红 说明你的身体的体力 基本上投资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战术 你的战术什么呢 你就耗他就完了 所以打球要察言观色的 不是说嗨 傻了巴结跟他打就行的 不是的 我说这个小邓一上场啊 真是鲁迅讲的那种 叫横面人对千夫子啊 孩子训练 有时候安排训练 就安排计划 比如说我给你打 连连连连连连回合以后 突然出一个高球 然后从实战上面来说 应该我 你出了高球 我应该一板打死你 但是往往女孩子呢 都拉不下这个情练 所以你一出了高球呢 他中等力量的 再打过去 让你呢 再回来 自从邓亚平来了对立以后 他改变了这个状况 他可不管 来回一来回 你有机会了 他就是一半就打死 从他心里恨不得 把这个球打碎 他一半就打死 我打球是喜欢算球 我发球翻到什么地方 我基本上能够算得住 我应该在什么地方等 在什么地方来 所以每一板球 基本在我控制的范围内 或者是整个场上的局势 你的心里的变化 基战数的变化 基本上在我控制之内 后来好多人就说 你想要赢邓亚平 你就赢他第一次 你后边就不要想赢了 人们把邓亚平打球的日子 称之为邓亚平时代 邓亚平最大的特点是 输球只输一次 不会第二次输给同一个人 朝鲜的李粉基于顺福 瑞典的斯文森都在和邓亚平第一次较量的时候赢过他 可是有一个人却让邓亚平输过之后 再也没有机会赢他 他就是何智利 这样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这小山之地以3比1 赶上了邓亚平 夺得了本节样游会女子单打的金牌 那天也比较奇怪 真的是他那天的比赛 日程安排的也很很有意思 从8-4 到决赛是一天打完 一下打出来 所以他是乘胜追击有点 因为他8-4的时候 8-4是跟陈静打 在原来的记录上 或者是这个这个历史上来讲 他都很难赢陈静 结果8-4他赢了陈静以后 对他的士气 对他的信心 给了很大的这种鼓舞 而且又是在一天一路打下来 他然后就对乔鸿 那么邓亚平呢 他那边打完了比赛 回来以后 他就坐在我后边 我们都在看嘛 观看嘛 那么他呢 这人叫谭笑风声 聊天 嘻嘻哈哈哈哈的 挺高兴 好像装赢下来的球啊 很兴奋的样子 我马上回过头 很严肃的这儿 邓亚平家 我说小邓 我说你看看那场球 那么他也没有 没有听我的 我就觉得他打乔鸿 肯定打不了 乔鸿的实力对吧 肯定打不动他 结果3比0就把乔鸿给 就给剃了 我当这场球 我是开始很认真的在看了 在这个之前 就没认真看他俩球 然后也是在分析 就是说乔鸿的打法不一样 他俩对实力 很难讲谁对谁好 而且打到那个份上了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不跟你打实力的 我是进攻的 我要打你的 你防守 你总防不过 我进攻了 对吧 但是那天呢 真的是他太出色了 说实在的 这反手防的简直 没有一点漏洞 没有一点漏洞 最后反而给我打的 就是我攻不死 他状态下呢 我开始攻失误了 然后呢 那个 秦成相识呢 我又没有给他 就是这个 因为打到相识 就是我的弱势了 所以这个 那天也是非常反常 那天立三局 大比分的落后 我记得是4比多少落后 4比4比10几的落后 根本不可能就是说 小山智利 原来的名字叫做何智利 他曾经呢 是中国乒乓球队的 一名队员 在89年的时候呢 他离开了国内的拼盘 加入了日本的国籍 并且随了他的夫姓 叫做小山智利 小山智利在一天里 连胜了中国的三个主力 陈静 乔宏 邓亚平 之后就再也没有 和邓亚平交过手 这让邓亚平感觉到 非常遗憾 同样的 在邓亚平 众多的比赛当中 有一场比赛 让他感到非常艰难 那就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亚特兰大奥运会 乒乓球女单决赛上 与邓亚平相遇的对手 是他国家队昔日的队友 现在代表中国台北队的沉静 在邓亚平率先拿下前两局 准备三比零速战速决的时候 场面突然混乱了 这个时候场上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时决赛的这个场球呢 绝大多数的票呢 被华人买掉了 就是北京人也好 沙海人也好 希望我赢 那么中国台北的是支持陈静英 当时就是两块比较大的 这个拉拉队的 能打到二比零的时候的 第三局十五平 这个时候呢 台北这边的人吧 就把不该打出来的 这个棋子打出来了 这个也是在国教会 所不允许的情况下所做的 当地的这个警察去干涉他 但是当时可能又比较冲动 因为确实是他们零比二落后 然后呢就打了这个警察 打了警察以后呢 这就是这就触动了法律了 那么这样的话场上就很乱了 后来当然又把这些人 都给抬出去了 最后又恢复了安静 我们重新比赛 但毕竟停了一些时间 而且这个时候对陈静来讲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打球的人都知道 乘胜最急 赢的时候打得快 输的时候打得慢 那么这个时候 正好给陈静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就是让他能够静下来 考虑我前两局怎么输的 这个时候十五平我怎么打 改变自己的一些计算 比赛再次恢复后 陈静连续搬回两局 比分打成二比二 这个时候两人同又回到了原点 邓亚平迅速调整心态 在决胜局中 居然以摧枯拉朽的气势 二十一比五拿下的比赛 人们不仅惊叹 邓亚平的毅力和他的心理素质 他要有多么大的强大的承受能力 才能够面对这一切 其实对于邓亚平来说 他的乒乓之路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五岁他开始跟父亲学习打乒乓球 十三岁的时候 在全国锦标赛上 他打败了多位世界冠军 本应该前八名是非常顺利的 进入国家队 但是矮小的他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张谢霖当时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 他多次提议 让邓亚平进国家队都没有成功 为此张谢霖还专门记录 分析了邓亚平的一场比赛 我们以前的这个世界冠军 上去领奖形象都很好 你像同龄啊 曹燕华呀 以前的他的意思啊 就是长得比较好各方面啊 他就说 这些小邓 其实个子太矮 这个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 运动员的形象 那么这个一讲呢 那这些我有一些想法了 这些我有一些后面的话了 他打丢了这一阵球 那么这一阵球呢 他还是二十平一后赢的 那么这里面就准备一个起司 他打丢这么多 这一场球他还是赢了 我就问苏州的这个队员 你怎么这场球领先这么多 还苏州他 那么他跟我说的要挺实际 他的主动的进攻意识特别强 我不想他进攻 想制约他进攻 那么想控制低一点 控制角度大一点 那么引起我自己本身更多的收 那么所以这一场球呢 输下来了 我说他主动进攻 要比任何的人的意识要强 那么我相信 我是通过我们改做的教练员 到国家队进行加工 进行对于他的培养 对他的技术方面的指导 我们绝对有把握 叫他收五个 21比18、19就赢了 为什么他主动进攻这么多 他有条件 他对着矮啊 对方打过来的球 经过网弹起来 他对着矮啊 他一秒 这对球怎么比网高 聚会球 我就杀吧 我就打吧 因此他的主动进攻 要比别人多 那么这么一讲 大家一笑 好吧好吧好吧 老大那你过来吧 那么再要征求了 大家的广泛的意见 最后呢 三次 这个 就要把邓亚平 调到国家队来 本来顺理成章 就能进国家队的邓亚平 不仅比别人晚了一年 还只进了国家队的青年队 按惯例 新队员进国家队 都会有教练来挑人 是什么让邓亚平不惯后还挨了教练的批评 又是谁不断关注邓亚平 给予他极大的肯定和指引 往事栏目正在播出 发现并引荐邓亚平的是张谢林老师 是他带领着邓亚平走上了世界冠军之路 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 张教练交给邓亚平的 不仅仅是打球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1988年 张谢林第一次带邓亚平走出国门 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亚运会 邓亚平在决赛中获胜 而张谢林却让他写了检查 然后在最后在打比赛中间 最后关亚军去赛 李慧峰打过来 打到邓亚平那边 一个插边球 很轻微插边 裁判没有看见 判李慧峰出见 李慧峰就指着手 这个就是插边 在这个球的时候 香港队教练在那边 他告诉我 他说他这个是插边 他看见了 我没有看见 因为可能也有 这个视线的问题 我没有看见 他说肯定插边 李慧峰就指了这个是插边 就叫邓亚平说 是不是插边 那么亚平呢 他说我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呢 裁判员没有看见 对方运动员 假如没有看见 然后这个球就判出界 完了以后呢 邓亚平是赢了这场球 李慧峰很不高兴 回到房间以后 我就把邓亚平交到房间里来 我说小邓 刚成立的球是不是插边 他低了头 他说张志导是插边 我说你为什么不承认当事 你赖这一段球 我说亚平啊 赢球啊 还要赢对方心啊 不光是赢球啊 赢了人家要扶你 你不能说是看见的插边 你说不插边 这都是道德问题 我说你当时怎么想 他说张志导 我当时想 我信国家队也太难了 人家都看不起我 所以这一个冠军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就 没有承认这个是插边球 我说这样子 你回去给我写一个书面检查 够我 然后你现在 马上到李慧峰那去盗窃 然后他就回去 到房间里 跟李慧峰道歉 然后他以后呢 他又写了书面的检查给我 我也看了 后来呢 也没有公开的 给他们检查 那是我看了 从这以后 没有发生过 这一类的事情 这是多年后 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女单决赛 在这场比赛上 对手陈静也打出了一个擦边球 成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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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呢 战亚萍也指这个球台 是擦边 虽然比赛很紧张很激烈 而且比赛呢也非常重要 每分都是事关重要 但是 中国女子冰棒球队的这个战亚萍 表现出了良好的风格 大赛中这样的经历 在张谢霖教练的记忆中 还不止这一次 北京 十一届雅人会 在工人体育馆 就对韩国队 他和乔洪两个人打双塔 对方是 有一个叫洪次月 还有一个是不是叫 玄金河的 还是梁英子的 我忘记了 反正洪次月肯定有 也是在中间关键的时刻 有一个差别 财派也没看见 后来邓亚萍主动承认 这些差别 然后这一句其实输了 我们就少拿了一块金牌 我觉得这个值 不是说好像金牌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人的 品格 人的素质 往上提招 提招了 这个不容易 这个提招不是用金钱 可以买得来的 所以我 我认为 小邓成熟了 一个顶级的运动员 势必要具备两样 不可缺少的东西 第一是技术 第二就是品格 走向世界冠军的邓亚萍 也在磨练着自己的心智 锤练着自己的性格 而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玛兰奇 看在眼里 1991年 萨玛兰奇第一次在日本亚运会上观看了邓亚萍的比赛 并为他颁奖 那么在这个之前 他从来没有看过我打球 那一次正好是他赶过日本 然后呢 由日本的黄太子陪他到千叶去参观乒乓球比赛 正好赶上我的女端比赛前 那么打完这个比赛以后 后来呢 那我就听我们的这个翻译 刘北健就跟我讲 说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玛兰奇呢 其实要跟我发奖 当时那个时候呢 又还很小 没有很多的这种概念 反正觉得我拿冠军是最重要的 至于谁跟我发奖 好像是很重要的 此后 萨玛兰奇更在1992年 1996年连续两届奥运会上 亲自为邓亚萍带上胜利者的奖章 第一次我去洛桑访问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是世界上第一个运动员 我被邀请到国际奥会来的 我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我觉得 对于一个国际奥会主席来讲 邀请个运动员去还不容易 是不是谁不愿意去 都是一种荣幸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 因为看见了五星红旗和国际奥会的五环旗 在那个旗杆上 他的秘书专门讲 是今天上面这些专门纷纷要做的 他说这太多的这个 国家的部长来都不会是这样子的 很多的人 包括很多的高级官员来都不会这样 他是今天专门国际奥会 就是这个萨玛兰奇主席 纷纷这样做的 1997年 在萨玛兰奇的推荐下 退役后的邓亚萍 成为奥运会运动员委员会的代表 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段行程 邓亚萍曾经对自己说过 没有输的理由 只有赢得出路 而他这种精神也在人生的很多阶段中 可以看得出来 退役之后的邓亚萍先后在清华大学 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 分别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位 我们可以看到在赛场之外 他又赢得了一个大满贯 邓亚萍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不仅在赛场上留下了闪亮的名字 同时在中国体育界 也成为让人不能够忘怀的人 今年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 大家再也看不到李娜了 这是很难面对的一个现实 对于很多的李娜迷来说 李娜首轮就遭到淘汰 而且是在没有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下 这样的一个结局确实让人不堪 有人说李娜年龄大了 有人说她打球的时候缺乏激情 有人说她的技术水平下降了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一个成功和失败都如此走过的李娜 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她是一个拥有无限天赋的网球明星 她来自武汉 她三十岁的人生之路 充满挫折与崎岖 她互喜欢网球 但却在中国所向披移 两年的大学校园生活 她退出了身上的霸气 而在男友的呵护帮助下 她逐渐平和面对人生 并积极乐观地享受网球 她就是李娜 中国网球第一人 接触过李娜的人 都会对她这样鲜明的个性 记忆犹新 有人说李娜天生就是打网球的 她有着接近男性的球速 弱点和角度 而这在中国女子网球选手中 是非常罕见的 在李娜待过的所有集体中 她都以不服管 不均从安排著称 而她这样火辣的性格 很可能与她的家乡 江城武汉有关 脱辣 不羁 无拘无束 甚至是不管不顾 而这样的性格 也让李娜的网球生涯 充满了戏剧性的变更 新的大门冠的冠军 来自于中国的李娜 李娜 这个在国内 除复率很高的名字 如今几乎具备了单一指向性 她占据各大媒体报章 重要版面 被网友们交口称赞 李娜成为继姚明 刘翔之后 最为国人 津津乐道的运动员 这一切都源自于 她2011年6月4日 那场历史性的胜利 网球这项14世纪 开始于法国宫廷 19世纪盛行于欧洲的运动项目 在中国的历史 其实相当短暂 在19世纪末 网球才正式传入中国 据国家体育总局 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的数据 现在中国打网球的人 已经超过了1000万 注册的运动员 也从几百人上升到了3000人 即使如此 这个与足球篮球一样 在世界上真正有影响力的体育项目 在中国的普及率其实并不高 尤其在李娜的海体时代 网球还被认为是一种贵族运动 他之所以能够八岁就开始接触这个运动项目 完全是因为父亲的愿望 1982年 李娜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体育世家 爷爷是体育教师 父亲李胜鹏 曾是湖北羽毛球队的业余选手 也许是继承了父辈的基因 李娜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球类运动 李娜说那个时候打球 并不是自己有多大的兴趣和热情 走上这条路很大程度上是父母的意愿和安排 父亲李胜鹏最大的愿望是拿到全国冠军 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于是李胜鹏把希望寄托在女儿李娜身上 14岁的时候 李娜便已成为湖北省队的专业运动员 因为我六岁打了羽毛球 我打了两年羽毛球 然后那个教练说你试试网球吧 他说你打那羽毛球那动作特别像打网球 然后我就从业余体校的羽毛球去网球了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地就是进了专业队 因为他条件太好了 他你要说他就是天生打网球的量 你看他的这个身材条件 基本的这个数字 都是具够这个像世界高水的充足的地方 当时有想过不打球 当时我就一直觉得是 我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 然后去打的球去 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不想打球了 我说我觉得 因为当时不是特别热爱这个项目 然后他们说不行 你为付出这么多 怎么怎么的 然后我也觉得也是 因为父母为我付出这么多 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意念说 不打就不打了 虽然李娜曾经对网球缺乏热爱 但是身体素质出众的她 却极具打网球的天分 从小就被教练视为天才 1997年15岁的李娜 就拿到了全国大赛的冠军 2000年 李娜在ITF赛场总共取得52场胜利 成为胜场最多的选手 2001年 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李娜包揽女单女双混双三块金牌 2002年 作为世界排名仅第308位的选手 李娜在美国ITF比赛中 八战全胜夺冠 赢得了她第13个ITF女单冠军 可就算是拥有如此闪耀的成绩 网球仍然没有留住处在辉煌时期的李娜 就在釜山亚运会前 李娜选择了离开 这一切 李娜说没有人可以理解她 或许处在事业的巅峰时期 让李娜对网球失去了激情和前进的动力 如此的身心疲惫 李娜选择回到家乡武汉 来摆脱暂时的迷茫和懈怠 当时他们五月份正好来北京大比赛 当时国家队让我一起去 然后去了之后又没人理我 又没人管我 然后我自己背包就走了 我从北京自己回家了 你谁都没告诉 谁都没告诉 我就留了一封信 写的啥呀 就说记得好像是领导 教练 你们好 然后现在由于身体情况 不适宜在网球运动发展了 然后可否特批 然后就是瞎对着 你把那东西放哪儿吗 就放我桌上 放哪个桌上 对 因为当时我们是住在那个21世纪 就那种两室一厅的公寓 我跟另外一年女儿住 然后他们一回来傻的 因为包啊什么都没了 而且我属于那种 我胜不细的就走了 没有人知道我走 然后我回家以后 关机 不让人找到 可他们还是打给我家了 你那时候需要男朋友吗 交了 你跟她说呢 说 因为她也是那圈子里面人嘛 她可以理解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不想打 然后她问为什么 我说我现在国内该拿都拿了 国际的 在那边上不去了 作为一个职业球员来说 没有再发展的必要了 然后而且当时 我们俩的想法就是多读点书 因为当时想法怎么说 太单一了 因为从小读的书太少 对对对 而且觉得当时 就如果在这边 当然肯定得疯 那段时间 李娜对网球厌恶到了 根本不想看到网球场的地步 于是她选择了 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2002年9月 在湖北网球队的帮助下 李娜和男友江山 一同进入华中科技大学读书 这让李娜第一次感受到了 心灵的释放 如释重负 经历了两年的校园生活 李娜再次面临抉择 她的权力会拿多少钱 二十几万吧 她教这么点钱 你够吗 这瓶子你给什么 现在也确实不够 因为我一年出生的 大手办 惯了 你不知道 给人记得什么 要给人记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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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李娜的事业 正在处于往上走的高峰的时候 李娜做出了一个非常低调的选择 那就是回到校园重新读书 她说 在校园的这段生活 她非常享受 享受这样的安宁还有平静 同时 她思考自己 甚至包括自己的任生 2003年寒假期间 湖北网球队的领导 找到了正在校园里读书的李娜 希望她能回去代表湖北队 参加两年后的全云会 而就在李娜犹豫的时候 另一个人专程从北京来到武汉 和李娜进行促席长谈 这个人就是新上任的 中国网球管理中心主任孙进芳 然后她说 你要如果回来 你准备打到什么时候 我说全运会 她全运会打完呢 我说那还要有机会 我说没机会 我再怎么想打几几年没用啊 然后她说 那奥运会呢 我说如果给我机会 我会打到奥运会 我说不给机会 我打完全运会 我就自己找工作或者怎么样 她说 那你看现在职业的 多能挣钱啊 怎么 当时她就说话特别直接 因为原来领导不会这么说话 她说全运会拿多少钱 二十几万吧 她就这么点钱 你够吗 怎么怎么 然后就说 这领导怎么这样 我想也确实不够 因为我们运动员出身的 大手大脚惯了 你不知道怎么继续去花钱 怎么计划地去花钱 我觉得因为我是第一次碰到领导 跟就队员能这么说话的 就直接 我觉得可以信任 我就决一会儿 孙主任的真诚 让李娜重新拾起 对网球的信任 但重回中国国家队 李娜不仅失去了冠军的光环 而且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两年没有打球 恢复训练将付出 比其他队员多几倍的时间和汗水 两年没有参加比赛 李娜的排名已经不在名单之内 想要参加国际比赛 还需要一步步的积分 这样的困难 不是一般运动员可以承受的 但是李娜的感受却不同常人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最高限 是刚付出的那件事情 因为你是在自己完全 不知道自己什么状态 什么怎么说 什么球赶赛大比赛的 所以那种没有压力的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 旁边人不会给你压力 你就打你自己的 2005年 23岁的李娜回到国家队 并和江山结婚 但回到网球场上的李娜 一直找不到感觉 情绪和心理状态都不稳定 很难在重大的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在李娜的要求下 国家队请来江山 出任李娜的专职教练 李娜的男友江山 是李娜在湖北队时的男友 她是酒运会网球男团 和混双的双料冠军 两人相恋时 李娜只有16岁 在有江山陪伴的八年里 李娜的火爆性格 渐渐发生转变 李娜说 只有江山说的话 她才听得进去 只有江山在 她才能够平复情绪 然后正好跟她的话 比较在一个圈子里面 有共同语言嘛 而且正好在一个队 各种情况都知道 你们俩聊得最多的 也就是训练了吗 没有 在02年之前 我们俩从来不谈网球 对 因为觉得每天面对网球 已经够烦了 我们就会聊其他 除非就是在 各自在网球上遇到一些困难 会跟对方说 不过她很少跟我说 一般的我跟她说 在那之后 江山一直陪伴在李娜身边 帮助她训练 帮助她调整 和她共度一个个难关 李娜恢复得很快 她的进步 甚至可以用神速来形容 她仅仅一年时间 从一排名 从没有排名 没有排名 一年之内打到33号 这个是比较神速的 从进步出的 是比较神速的 那么跟她过去的这个基础 是分不开的 因为她过去曾经 取得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 而且她正是往上走的时候呢 这个引导一些步子以后 停训了两年 停训两年呢 你认识是好事 你认识也是坏事 我认识是好事 因为过两年 她进大学学校以后 她文化知识补充了以后 我觉得再回到赛场以后 对她的这个战术理解水平 和为人处事 对你们很大的提高 你看咱们看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网球本身需要文化 好多网球都是有大学学历 我想这个咱们 不能简单认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我一直倡导我们对你 要一种文化 就是打到比赛 网球比赛最后打到一种境界 就是一种文化的竞争 2004年10月3日 李娜在广州网球公开赛中 为中国赢得首个WTA冠军 获得了120分女单积分 第二天 WTA世界官方网站 公布了当时最新一期的 世界女子网谈排名 李娜的个人排名 首次跻身世界百强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李娜闯入女单四强 刷新了女子网球单打 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眼看着赛季蒸蒸日上 然而就在2008年 严重的息伤困扰着李娜 什么时候是你觉得 最痛苦的时候呢 在过去几年 我觉得可能是奥运会那一年 因为我做手术嘛 然后我是3月31号做的手术 然后当时就 只有 因为当时在国家队 只有我跟江湾两个人在医院 我在德国带了三个月 然后 你三个月很难熬吗 因为 你旁边听不到任何鼓励的声音 而且 可能 人们会觉得你做完手术 因为对于你 做完手术以后的康复 他们不会抱太阳的希望 你自己呢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就是会康复到什么状况 对 就是一个很 应该算是一个 所有东西在我面都是一个大问题好 没有这个经验 江湾也没有 所以也没有旁边的人告诉我 康 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 是最难的 江湾是不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丈夫 她在那个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来给你信心 那个时候我也很烦 就是 因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康复到什么程度 然后 到底该不该做手术啊 或怎么样 就是老会再反复地去想这些问题 反而到后来 就是说 你既然手术也都已经做了 我们就顺其自然吧 看 反正不要让自己后悔 能打到什么样 打到什么 在之后的比赛中 西商一直困扰着李娜的成绩 但他却越挫越勇 在球场上不断创造着各种奇迹 2008年 斯图加特第一次击败 再任世界第一小威廉姆斯 2009年 纽约成为第一位 打进每网八强的中国选手 2010年 墨尔本与郑杰对峙奥网四强 世界排名首次进入前十 你觉得你性格是怎么样的吗 性格 性格 跟熟的人可以 跟不熟的人我一般不说话 内心呢 内心 内心 我觉得属于内向吧 因为我不会主动跟不认的人说话的 我会碰见陌生人会有一种防备心理 生活上会比较温柔 因为很多人问就是你下队友座 我家庭父女多好啊 又不用上班 又不用挣钱 那没在家呆着 而且因为我妈从小教育 就是小猪教子的一女人 因为你事业在怎么成功 你还得回到家里 我希望有小子 就要带你 李娜之所以能够这样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一方面得益于网球这个仅次于足球的世界第二大运动项目的国际影响力 另一方面 李娜用她的球技以及自信幽默大方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国内外媒体 而今天李娜独特的个人魅力来源 除了新闻学学到的答问技巧之外 还有她在长年征战中的不断磨练 以及在父亲 丈夫 教练和背后团队多方支持下 日益强大的内心世界 其实很感谢团队了 我的小团队 因为他们一直 可能我说出来的人不会想 其实我特别自卑 所以团队就是一直不停地在给我信心自信 说你可以做到 因为原来不是一直受伤吗 然后所有人都觉得说她不行 她打不了 你不用再等她或怎么样 然后教练或者团队就说不行 我们相信她可以做到 所以就一直在等我 然后 对 她是林丹 很多的球迷都会叫她是超级丹 大家也肯定会知道 不满19岁的她 就在国际语连拿到了第一这样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 她还是一个拿到七个大满贯的第一人 除了她这些傲人的成绩之外 林丹给人的印象还就是她非常的霸气 并且个性十足 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脑海里有她一些行为的记忆 比如说她在拿到冠军之后 会把自己的球拍扔掉 会脱下球衣 还会咬自己的金牌等等 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08年她夺得了南丹冠军之后 那些泪水还有她的喜悦 出击大直线 保桥成分 林丹 这位中国男子羽毛球单打运动员 已经获得了所有羽毛球世界大赛的南丹冠军 从第一次亮相世界大赛开始 林丹在赛场上的霸气 就让很多人忌妒了这位左手拿拍的中国羽毛球选手 在2002年韩国羽毛球公开赛上 林丹最终以3比1立刻东道路选手 夺得自己在国际羽团上的第一个大赛冠军 从2003年丹麦公开赛到2004年的全英公开赛 短短一年内林丹夺得了5个冠军一个亚军 球迷们开始记住这位用行军礼的方式向人们致敬的雨谈心秀 问他干嘛 哎呀妈你不懂的 那个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这意 我虽然是部队我是军人 他说我根本也不懂的什么 现在我大了我真的是很很龙兴现在到了部队 1983年林丹出生在福建龙岩的一户普通家庭里 五岁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他开始学习羽毛球 从小就活泼好动对很多活动产生兴趣的林丹 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对羽毛球情有独钟 林丹9岁进入福建省体校 因为成绩出众12岁被八一羽毛球队选中 从此小林丹成立一名军人 军纪严明的部队生活锻炼出林丹一身铁骨 打球成绩一直稳步上升 假的说比如说比较崇拜一些明星或者是球星 但我觉得军人是相对来讲他是最高尚 很多地方觉得值得我们学习 包括我看电视我也亲身体验过军人的生活 觉得军人是非常艰苦 但他在最艰苦的地方 他能够做出最好的成绩 进入国家队后林丹更加拼命的训练 因为他知道要想在人才济济的中国男单选手中脱颖而出 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世界上我付出的应该会 我不敢说比别人多 但我觉得是用心在付出了 因为我感觉到有两点是自己改变比较大的 就是小的时候我想练好他想打好他 这是我的心愿 到了国家队以后我的感觉是我一定要打好他 我一定要练好他 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更直接的改变 也是在一种责任心上面的改变 从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上亮相后 林丹一路披荆斩棘 登上了国际雨连排名第一的位置 球迷们给他取了一个彰显王者气质的称号 超级丹 在赛场上林丹以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个性 毫不掩饰他的喜怒哀乐 而面对爱情这么隐秘的事情 他也真的是不低调 在2004年的时候 他用短信的方式向他爱慕已久的谢信芳 表达了爱意 自此之后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林丹和谢信芳分别是中国羽毛球男丹和女丹的拔尖选手 然而同在中国羽毛球队接受训练的队友身份 并没有让林丹有太多的思想顾忌 从一开始他就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向谢信芳表达爱慕 觉得谢信芳这种长的这种的感觉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 所以印象就很喜欢 在京江的快结束的那几天 我说就是想请她吃饭 因为当时我感觉她也是比较 比较冷的一个女孩子不太好想不太好接触 所以我专门还发展心怀问了就是能不能一起吃饭 我还专门加了一个就是两个人 还不是说要很多人 所以还算比较幸运吗 一开始没有被拒绝的感觉 喜欢她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也不可能说每个去顾忌那么多 主要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开心就可以了 2004年3月 全英公开赛后 夺得男单冠军的林丹 在接受国外媒体记者采访时 毫无顾忌地向国外记者公开了与谢信芳的恋情 2004年5月中旬 当中国羽毛球代表团夺回了 阔别12年之久的汤姆斯威的那一刻 林丹兴奋地无暇顾忌 当时有电视转播 迫不及待地扭过头 与谢信芳分享喜悦 2007年全英公开赛 谢信芳加冕女丹冠军之后的那一幕 更让人记忆犹新 一身便服的林丹手持玫瑰 给谢信芳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毫无征兆又毫不掩饰的举动 将他们的幸福展露在聚光灯下 2004年之前对于林丹来说应该是非常的重要 品尝胜利的喜悦品尝到爱情的甜蜜 然而走到了2004年之后 林丹也必须像很多人一样 开始对苦难经历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 世界排名第一的超级单 毫无疑问成为球迷们心中一举夺金的热点人物 2004年之前的一年 我的比赛的整体状态都不错 而且在很多的比赛中也拿了很多冠军 但是最近这样可能信心很足 但是一到了奥运会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感觉到气氛不一样 会感觉到压力 当你第一次接触奥运会的时候 才会真的发现它和一般的比赛是确实不一样 当你没有这样的心里面足够的这个基础的准备 一旦你出现困难的时候 你可能剩下的就只有紧张 没有那种能力让那种紧张的情绪或者心态 在很短的时间能够调整过来 2004年8月15日 林丹带着所有人的瞩目 走进了他第一场奥运会比赛的赛场 对手是代表新加坡出场的罗纳德 苏西洛 赛前世界排名第15位 因为我在全英半决赛赛赢他就是很吃力才赢的 我知道这场球不好打 因为羽毛球第一场的遭遇战 如果是第一场碰得比较强的话 确实是挺头疼的 因为你的状态还没有打出来 一上场以后确实让我感觉到 对手今天的准备很充分很充分 觉得拿他的分数拿得很困难 而且他以一个又能一个很好的心态 和我打每个球 所以我在不停地失误 他能一直不停地保持很好的心情 在当时在场上找不到很好的办法 和他比赛 15比12 15比10 总分2比0 最终林丹被彻底击败 他的奥运征程在第一场比赛后 就戛然而止 第一天就结束了 就比赛第一天我已经结束了到奥运会 当时就一片空白也不知道干什么 就是直到自己输了 当天晚上其实我收到了很多朋友 家人还有就是所有的一些一些短信 其实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 我一直在回复他们 就告诉他们我可以很好 没问题没问题 其实肯定心里面很难受 飞机回国以后 就是离岛都放脚 给大家可以回家 我三天我没有回家 我就待在自己的房间 就是不想出去 就觉得有点怕见人 吃饭也是叫别人叫进来 也不去食堂 因为我觉得这食堂还不如到外面去 就碰到这些队友 或者一些年轻小队友 就觉得很收不出来的感觉 林丹如何走出雅典奥运会 首轮被淘汰的阴影 球拍摔上次数 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加起来 所有男队员的总统 今年夏天 林丹又会如何进军伦敦奥运会 最终进到奥运会会有什么的表现 其实我不会去考虑太多 我只希望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把每天练好 超级单 林丹 往事栏目正在播出 林丹的这张照片似乎是另外一种解读 那就是无脸见爹娘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作为种子选手的林丹 失败而去去 面对他如此痛苦的表情 大家更关注的是 之后的路他怎么走 雅典奥运会给林丹带来的 是久久不能散去的心理阴霾 此后他不断摸索着自己失利的原因 奥运会失利以后 回来我们两个谈的更多是羽毛球 因为这个奥运会对他打击很大 他就回来他也跟我聊了一下 就主要是心态上 所以回来以后 我自己大概也听到他的一些经历 自己也会吸收进去 从2005年5月的苏迪曼杯 到8月的羽毛球世界杯 再到2006年9月的羽毛球世锦赛 林丹不断加冕世界冠军的头衔 通过一场场大赛 他恢复着信心和状态 2006年10月 林丹的排名重回世界第一 2007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林丹再次遇到了雅典奥运会上的老对手 苏西诺最终以2比0战胜了对手 我想应该会一直盯着他吧 因为对他来讲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十字路口正在转变的时候 尤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觉得林丹正在恢复原来的林丹 场上也比较应该说是很积极 林丹的状态越来越好 对于他的这块奥运金牌 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但是进入2008年后 却有各种负面消息 向林丹袭面而来 2008年1月 韩国羽毛球公开赛上的摔拍事件 让林丹陷入了舆论的泥沼 事件的起因是韩国名将李炫一 打出了一个疑似界外球 林丹为此向主裁提出异议 但裁判并没有对此球改判 在这个理论的中间 李毛已经趁着从政治上站起来了 站起来而且前面跨了两步以后 用他的手指着林丹 但是又吼又叫的 完全就是一种没有理智了 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之后韩国队的教练李毛与林丹发生争执 场上气氛非常紧张 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 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 当时林丹在负面心理的影响下 最终败给了对手 仅获得韩国公开赛的亚军 这之后 舆论与网友的言论指责 给林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负担 然而今时隔三个月 深圳一家媒体又爆出 林丹与教练吉辛鹏的冲突事件 林丹又一次被负面的舆论 推到了风口浪尖 媒体那个时候说的也太过分了 我在那边 他没打人 也知道了 这个事情肯定是要被外界 就是拿来评价 报道啊 就是非常不利的 再把之前的韩国事件再拖进来讲 关键是这些报道 对我不好的也就算了 它关键会讲到整个队伍 有队伍的管理啊 好像对太松敞的管整个队伍 或者对有些队员好像 过于的偏爱 就是好像是认他怎么做 那对于我来讲 我是事情的源头 那我会觉得 自己好像要 就是好像 好像就是犯了比较大的错误 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 越来越近 在备战奥运和负面舆论的双重压力下 林丹的情绪波动非常严重 08年一整年的训练 特别是接近奥运会的那一两个月 球拍摔上次数 我觉得我一个人肯定可以加起来 所有男队员的总和 我看他的训练 我都觉得有点恐怖 因为他太认真了 因为你很着急嘛 你很想在很短时间 让自己变得再强一点 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有点苛刻 精神上有的时候会有点失控 就脾气很暴躁很暴躁 我都感觉害怕 就有点恐怖的那种感觉 他说你必须每天都是当着奥运会那样念 进入到有点病态的状态 那种病态状态就是 要强就一直要让自己想办法 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就打个最简单的一个 就是对手什么球打回来我都能打过去 而且每个落点都非常好 就刻刻到这种程度 有些人对他的攻击啊 有些人对他的指责啊等等 他变了他觉得说我非要赢不可 我要你们看看对 我要证明你看我林丹行不行 林丹就是这么拥人 他就是当心灵状态 终于林丹走进了2008年 北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的赛场 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首先是林丹发球 这边讲好球 奥运赛场的紧张气氛 或许会让每个运动员都感到窒息 但林丹在赢过几个球后 压力的天平渐渐向李宗伟倾斜 二十一比十 林丹以超乎想象的顺利 赢得了决赛的第一局 第二局 林丹同样没有给李宗伟机会 半场过后 只让李宗伟得到一分 本来势均力敌的角逐 变成了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此时迎来了林丹的冠军点 在我这个时候 之前 我要提之前 我就觉得 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觉得好像 蛮难的 能够在这么多奥运会 我奥运会打完我觉得是 其实不是兴奋 是解脱了 从2004年的雅典到2008年的北京 林丹用四年的时间 证明了自己无愧于超级丹的称号 但是登上顶峰的超级丹 还能有什么新的目标呢 2011年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他一共七次退赛 舆论开始质疑林丹是否已无心恋战 首先非常的抱歉 因为 我知道有很多人 为了今天 最终南丹的决赛 来买票来看比赛 但是 但是确实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 昨天晚上可能 确实有点生病了 所以今天不得不放弃今天的比赛 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理解 像林丹这样优秀的一种原 这样顶尖的一种原来讲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状态都放在全年的每一个比赛当中去 那世界里面的一些规定呢 你不参赛要花钱 而一个人得的钱本来也不多 他罚了很多 你不参加的话不行 第二个呢 你不打的话分数不够有没有资格参加 所以从这两点来讲呢 说林丹必须不管是什么状态 他多少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那最好的理由就是 拿到差不多自己认为可以得到的分数的时候 他采取一点这样的积极的方式 也不是什么坏事 当然这一点不是我们队里安排的 这首先希望你要理解 林丹不是常胜将军 所以没有一帆风顺 经历过成败 昔日的冲动与鲁莽正渐渐消失 如今的林丹依旧张扬霸气 渴望胜利 不过却变得能够更加淡然的面对 已有的质疑和未知的困境 我现在更会看重我的整个职业生涯的过程 从2004年到08年 甚至到今年12年 我用了12年的时间 去参加三次奥运会 其实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非常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已经觉得非常地 非常地骄傲 因为你要知道在男子担打 所有项目里面竞争最激烈的 人也是最多的一个项目里面 我能在12年每年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因为如果你状态不好 中国的教练是绝对不会考虑到 你能否参加奥运会 所以我觉得这12年 如果真的是今年也顺利参加奥运会 我觉得这12年说明我每一年 甚至每半年每个月 我的训练状态都非常地好 我的经济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地开心了 至于最终进到奥运会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其实我不会去考虑太多 我只希望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把每天练好 而把我练到的一些东西 得到一些东西 在赛兰上全力地把它表现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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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